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个连续的网状结构 不同神经细胞凸起相互融合成网状 类似循环系统的动脉和静脉 他在颁奖典礼上直接质疑卡哈尔提出的神经元学说 卡哈尔认为神经元是独立的单位 凸起互不融合 但可以通过特殊的结构传递信号 现如今我们已经知道 卡哈尔的神经元学说才是正确的 但这场网状理论和神经元学说之争的故事 还得从头说起 1852年 卡哈尔在西班牙出生 他的父亲是一名医生 在其引导下 卡哈尔选择就读医学院 1873年 毕业后的卡哈尔成为了一名军医 当卡哈尔初出茅庐之际 高尔基已经在同一年发明了银染法 在此之前 科学家只能通过将组织染色 在显微镜下观察其结构 但对神经组织依旧一筹莫展 虽然这个方法只能看见少数神经元 且稳定性和可重复性差 但这是人们第一次清晰地观察到神经纤维 奥尔基在观察不到神经元间隙的情况下 认为神经纤维彼此融合成网 因为这能很好的解释 为什么功能复杂的神经系统 能快速产生灵活协调的反应 1875年 卡哈尔结束军律生活回到西班牙 成为萨拉哥萨大学医学院解剖学系助理教授 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 卡哈尔在马德里 访问了奥雷利亚诺马斯特雷教授 被其用单眼显微镜观察到的 组织学切片所经验 从此卡哈尔对组织学的研究 便一发而不可收 1886年 胚胎学家威廉·赫斯 观察了不同发育时间点的神经纤维 认为神经细胞并不融合 并且它们可以在没有紧密连接的情况下 传递信号 大概在同一时间 奥古斯特福尔注意到运动神经 不与肌纤维直接连接 由此推测 中枢神经系统中的神经细胞 也不一定需要彼此连接 当时的科学界主流 支持的是神经系统的网状理论 因此 这是历史上质疑网状理论的第一声 这时卡哈尔迎来了他的学术生涯转折点 1887年 卡哈尔访问了来自瓦伦西亚的神经精神病学家 拉卡布拉教授 被他所展示的高尔基染色法所吸引 随后 他也开始尝试用高尔基染色法制备神经组织 对科学的高度敏感 让卡哈尔很快意识到 这种方法在探索神经系统结构方面的无限潜力 面对高尔基染色法可重复性差的问题 卡哈尔用双重镜字对此进行了改良 并做了一些其他微小而有效的改变 建立了还原硝酸银染色法 最终 他得以在小鸟和哺乳动物脑中 观察到包括整个轴突的完整神经元 及其突起间的间隙 此外 他还采用其他染色方法 如欧利西染色法等 进行了重复验证 1888年 卡哈尔基于改良高尔基染色法 和随后尝试的欧利西染色法的染色结果 大胆质疑网状理论 提出神经细胞互相独立的观点 1891年 瓦尔戴耶被卡哈尔等提供的客观证据信符 提出神经元这一名称 并在卡哈尔等工作成果的基础上 正式建立了神经元学说 随后的几年里 卡哈尔对神经系统的结构进行了大量研究 他发现了数突极 生长锥等 建立了动态极化理论 并对神经可塑性 神经变性和再生 做了相关论述 研究涉列极广 其中 网状理论和神经元学说的争论 并不是卡哈尔与当时神经科学界的唯一争论 卡哈尔认为 数突极真实存在的观点 同样被学界质疑 那么卡哈尔是如何发现数突极的呢 1888年 卡哈尔在质疑网状理论的同时 也提出了神经元存在数突极的观点 事实上 他并不是第一个观察到数突极的人 未经改良的高尔基染色法 就能显示神经细胞数突周围 这些颗粒状的黑点 然而包括高尔基本人在内的多数人 将其视为染色产生的杂质 认为神经元表面是光滑的 毕竟在高尔基染色法 十分不稳定的情况下 将神经细胞周围 这些看起来不相连的黑点 视为不相干的杂质 非常合理 在1894年的文献中 卡哈尔推测 数突极能接受轴突传来的信号 在数突和轴突的信号传递中 起重要作用 至此 卡哈尔为神经元学说 画上了重要的最后一环 然而 卡哈尔在试时 数突极的存在 并没有得到广泛承认 他在临终前 仍不望向学生重申他的这一观点 神经元学说 和数突极的争论 真正尘埃落定 是在20世纪中期 电子显微镜的发明之后了 借用电子显微镜 科学家们根据对神经元 及其数突极 突出的超微观察 直接证明了 卡哈尔是正确的 由于其大量的开创研究成果 为现代神经科学奠定了基础 卡哈尔被誉为现代神经科学之父 卡哈尔认为 支持网众理论的科学家 可能犯了两种错误 第一是主观原因 由于缺乏耐心 他们没有去尝试其他的染色方法 或者改良已有的染色方法 第二是客观原因 受限于技术本身 现有的高尔基染色法 只能对神经元进行简单的观察 而不能观察到神经元的完整凸起 和它周围的结构 可以说卡哈尔的一系列发现 除了要归功以其敏锐的观察力 和天才般的科学直觉 更离不开其执着的尝试 和耐心的实验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欢迎点击下方关注 创作不易 一键三连 拜托啦 这里是脑人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